前段時間因為被 所以摸摸鼻子就跟憲哥說 對 我單起責任 我先走了這樣 然後終於 我就有說 爸 就是現在 就是你看我這一年半載的時間 也真的是嘗試去闖蕩 然後我現在進來 好好的幫你賣牛肉麵 雇餐廳部門 我是不是可以給自己一個 固定的薪水 不勒不知道 一勒下一跳 他直接 一勒下一跳 我開的數字是這樣 結果他就直接翻一倍給我 真的嗎 我覺得關鍵那一句就是說 爸 我最近這 這幾句真的有餓到 因為真的很窮 很餓 我覺得就是真的有勒到他 讓他真的有覺得說 好好的兒子 不小心給他餓了這樣子 他還是愛你的 對... 說沒事的 都很有事 說有事的 沒事找事 歡迎收看 哈囉 你有事嗎 一般都說女生會勤勒 但這集反過來做 男人才是勤勒高手 你們勤勒也是 勒起來不得了 拳頭都硬了 阿強會對妳勤勒嗎 他不會對我勤勒 他是對我命令 order order 但他現在也是會說 就是會說 你變了這樣 對 那妳真的變了嗎 因為我們在一起久了 因為我們以前是55顆 都要黏在一起的 然後他比如說他打麻將 六個小時 我就在旁邊這樣做六個小時 現在他有時候問我說 我好 我去打麻將 你要不要去 我說 可是我想要在家做 自己想做的事 他說 這樣子就要說你變了 你不愛我 他沒有像以前那麼愛念他 來 我們歡迎來賓 情勒達人 湯志忠 怎麼會是情勒達人 情勒大魔王 我怎麼會情勒 我要勒誰啊 我們這裡也有反勒高手 浩龍姐 還有慧如姐 Lolita 好 來囉 最討厭男人用哪句話 樂你 男生應該都有講過這一句吧 我這麼拚 還不是為了給你更好的生活 這不是實話嗎 我都要掉眼淚了 怎麼會 很辛苦的 我真的很大聲 浮起勇氣講我這句話 他們的拚是什麼拚 不是真的很拚喔 不是 這麼好的生活 好在哪裡 對啊 在哪兒 我們現在還要拚頭露面 越南遠濟了 對啊 就是啊 就是啊 生活在哪裡 這邊炫耀不準 對 他拚在哪裡 拚在哪裡 上酒店啊 對 都會在哪裡 運籌 運籌啊 說是運籌 就這樣 海南搭 開心 你不要難啊 你不要難啊 海南搭 你以為我愛喝嗎 對啊 我喝了 也很痛苦 來 不會了你 我喝到身體也壞了 不是為了給你更好的生活 真的啊 不是 妳要每天喝到這麼晚 回家嗎 對啊 媽咪就是想要 就是想要啊 就是這一句話 然後妳就說 那妳跟小姐幹嘛 摸來摸去 妳有愛摸嗎 對 別人比摸去 對啊 對啊 我就說 那妳上酒店 妳還不是很開心 叫那麼多妹來 妳也在旁邊很爽啊 我想叫嗎 是人家幫我叫 對 對 她就說 要不然 她說那個妹妹 又不是給我用的 那有大老闆要用啊 我也只是在旁邊倒酒啊 你以為我想去喔 她會說 她會說她不得已 她不融入那個氣氛 老闆呢 會嫌棄她 對啊 她說難道妳想要我在這邊 工作一輩子嗎 妳不想要我更好的生活嗎 妳不想要我往上爬 跳去別的地方 認識更好的人嗎 好可怕 就是這樣啊 沒問題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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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這邊嗎 幾年啊 我抱抱幾年啊 還在這邊啊 她拚不一定有拚到嘛 對不對 可是她晚上九點要出去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現在就要出去 九點耶 為什麼人家一傳簡訊給妳 妳就要出去 對 她說因為我要出去認識人啊 認識更多的人 我說那有誰 她就說 她說 妳不去怎麼知道咧 她有邀請妳去啊 她有問題要不要去啊 她問妳一起是不是 她沒有問她要快去啦 她沒有問她要快去啦 她是要出去 她只說我要出去 對啊 我那天也是朋友約啊 我想說那應該不錯 那時候晚上十點了 然後我老婆也是一樣 跟妳一樣說 妳出去幹嘛 她說沒有啊 吃飯 妳就十點來吃怎麼辦 我說沒有啊 她說 妳不認識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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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認識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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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想跟別人接觸 妳想要什麼人賣 因為年輕的時候 常講這種話妳知道嗎 就忘了妳知道嗎 對啊 所以妳不認識妳 真的 JASON不以為然了 是的 我覺得女生才是情樂的高手 肯定是啊 對啊 因為 要好好講話 我們今天有乾冰喔 他每一次我最害怕 他是講說 我都已經幫妳生了 三個孩子 妳還要我怎樣 這個才是情樂好不好 對 身材好累喔 身材硬疼很難微笑耶 就是想事情小到什麼樣的事情 就 妳就看他可能就是剛吃飽 然後會 打個嗝 因為我就會覺得 習慣就這樣 Excuse me 他的表情就 怎樣 不能打嗝嗎 我是能打嗝是嗎 為什麼不能打嗝 為什麼吃飽不能打嗝 就 因為我們可能在國外 只要有人打噴嚏 我們就講 God bless you 只要有人 我們就 Excuse me 就是或是人家 或是我們自己這樣 是俏皮的啦 就是還好啦 必須要講一些啊 必須要講一個不好意思 對 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覺得 妳突然打一個這樣的寶格 是我之前沒聽過的 我就Excuse me 他就覺得說 我在刀他了 我孩子都幫妳生了三個了 妳還要我怎樣 好敏感喔 完蛋了 好打嗝想要生孩子 對 然後上一次看電視 大家看比較晚 差不多是時間了 孩子們爸爸睡覺 還要關電視 我就想 我們還在看耶 他說你們還在看 我要睡覺了 我孩子幫妳生了三個 妳還要我怎樣 看電視 關電視 都還要 孩子生了三個 而且他講幫妳 好像只有妳需要 只有我需要 對 跟他都不需要一樣 沒有 那個小孩姓 你小孩姓什麼嘛 她說 姓他 我小孩幸福 喔 幸福 快樂美滿 我爸爸媽媽媽愛 有他們疼 這個真的是最 對我來講最大的情諾 他們會講一些 跟事情 當下不相干的事情 女生真的會 我老婆也是很會 她就是 她類似 但是不是說 幫我生了幾個小孩 就是 那個垃圾已經在那邊 放三天了 看著我怎麼樣 然後要看看我女兒 我們母女 那是哪裡 對不起 你是哪裡 那到底 這個事情 到底跟你們母女 跟對得起我 對不起我 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你對 對啊 你為什麼知道 我那幾天都連續忙啊 我那麼拚 還不是為了給她更好 對啊 那你一講 對話 為什麼男生在外面工作 回家就不用做家事 對 對啊 不公平 工作還好吧 為什麼 請問一下 妳的男人回家都不做家事嗎 我老公會 我老公他下班回家 他會說 我上了一整天班 回家還要看到洗碗槽這麼髒 我覺得很煩躁 或者是 我也在工作啊 對 或者是我常常聽到 我的朋友講說 每次假日的時候 老公都會說 我上了五天的班 我今天不能夠 好好睡到自然醒嗎 這個不是一個 滿好的要求嗎 什麼 哪裡 很健康 而且女生的小孩 我今天也想要好好睡到自然醒 對啊 那小孩都說要自然醒 小孩誰顧 對啊 有時候是這樣的工作很累 然後我一次也是講的話 我老婆氣到現在 就是回家已經身心俱疲了 媽媽難免跟小孩會吵架 越吵越大聲 我就冒出一句話說 你們不要吵了 你們這樣吵 我還真的 不如出去外面工作 好險喔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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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你真可怕 我看 真的 我老公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他也會拿小孩子 像他你說是小咪說小 幫你生了三個 對 然後我老公是會 他快要下班回家的時候 會用LINE傳訊息給我說 今天晚上吃什麼 然後我就會說 今天那你們想吃什麼 我叫外賣啊什麼的 我說我可能也剛到家幹嘛的 然後他就說 你今天不煮給小孩吃嗎 你不是說小 你故意說是小孩要吃 對 讓你覺得壓力很大 而且他不是說 你不煮給我們吃嗎 或者是我想吃你煮的 不是 他就說 你不煮給小孩吃嗎 你不是說小孩只要吃的 比較營養嗎 回到小時候 就四點多 四點半 我就一樣去佳樂福 買一買東西 那個超級勤的 我就回去做了個 就是電鍋的那個燉飯 我就還是 那我又不可能只幫小孩 我又不可能只幫小孩做 你就是 你應該就只要幫小孩 幫小孩做就好 你就不要給他吃 應該是這樣 應該要這樣 因為你就想說 洗米的時候 你就想說我不可能就一杯嗎 那就兩杯啊 然後所以他就回家就有得吃了 你超會勤勒的 那真的是高手 那真的是勤勒 男生真的很會勤勒 我真的應該大家都有同感吧 你為什麼不接電話 比如說我現在就在錄影 你為什麼這時候打給我啊 對啊 那再加上是因為我又拍戲 拍戲時間更不固定 我怎麼知道這場戲什麼時候拍完 然後我現在拍完了 我就跟妳講說 我這場戲拍完 我現在正在休息 那他可能就打來了 可是我可能又被叫過去說 為什麼剛剛那個鏡頭要重拍 所以我可能就沒有接電話 所以為什麼永遠都要在我工作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 然後跟我說我為什麼不接電話 我覺得這句話 我每次只要聽到 我就很火冒三丈 然後我就說 那為什麼我一定要接電話 他說不是啊 如果你不接電話的話 他說我會擔心妳 對 好像 可是有點壓力 對 他說我會擔心妳 因為我知道妳現在工作 可是因為妳在拍戲 那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妳會不會受傷 或是什麼 所以我很擔心妳 可是問題是 我現在就在工作 我怎麼接電話 如果我可以接電話 我就會打給妳啦 今天角色兌換 我拿的牌子是寫說 我覺得女孩子最情的就是 妳為什麼不接電話 妳們會怎麼噴我 那一定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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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就是在抱妹吧 對啊 你應該就是在抱妹吧 對啊 因為你們沒有抱抱 妳還在手上嗎 沒有 她也很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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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尖叫到那邊對不對 對 妳好美啊 妳對她妹給妳的妹 好 來 拍 好穩喔 妳怎麼一直都接起來了 不是 我跟你講 女生不接電話的時間 真的非常少 非常 非常少 非常少 尤其KTV唱歌的時候 老公要找我老婆 真的永遠找不到 因為他們就宰歌宰舞 那女生很奇怪 一旦男朋友 老公不在身邊的時候 放杯子 對 歌單都不同 沒飛色舞 然後那個手機 就放在包包裡面 很奇怪 對 為什麼不放在桌上呢 這樣我們都會放在桌上 可是放在桌上 可是放在桌上 她不拿錯 然後她都 就把她放到包包裡 沒有 她旁邊說 妳沒有卡來 我都把她蓋起來 等一下 嚇你喔 不行 太快了吧 OK 來 蘿莉娜 來 我最怕就是這種呢 騙妳我全家死光光 我都發毒式 是嗎 對 因為我之前有遇過 一個男生呢 他就比較黏我 但黏沒有關係 可是他就是會 譬如說我們今天出去 他就說 你們今天這群有誰 那我可能跟他講的 都是女生 他說 真的都是女生嗎 都沒有男生嗎 那如果有一個男生的話 你現在發誓 如果有一個男生的話 你們全家死光光 他都會 都不都要發這種毒誓 那妳就發誓啊 我不願意發都算 全家耶 不是啦 這壓力很大 沒有男生就好 親白白的怎麼辦 然後我覺得他 沒有啊 那你發誓那個 誓言就講聚集一點 沒有男生 有男生全家死光光 但是如果他一半闖進來 我全家就沒有死光光 一開始沒約 你要讓神明瞭解 他自己很愛發這種事 可是他發這種事 我也覺得壓力很大 他很愛發這種事 後來他沒家人了對不對 他自己也會跟我講說 我今天怎樣怎樣 我沒有騙你喔 譬如說電話有人打來 他不接 我會問他是誰 他說是什麼男生 那我就會說真的嗎 那他就會說真的是男生啊 我如果騙你的話 我也全家死光光 可是問題就在於 如果他今天 真的全家死光光 我壓力也很大耶 對啊 就聽到這種話 就是會讓他壓力很大 因為 就算你真的騙我 我也不想要你家人出現 是啊 所以我就覺得這種 愛講愛發毒式的 我就很受不了 我有一個朋友 就被他女朋友說 偷吃的話他被車撞 他就被車撞 他第二天真的被車撞 好準喔 去生活吧 而且還在摩托車喔 摩托車如果正面撞 就算了 摩托車的集中 他背後 全力終結 亂發 對啊 剛剛大家可能都是有家庭的 所以會比較那個 我這個就只是當時跟一個 在教會認識的女生 那她的情呢 我們一開始就只是在認識嘛 她的情呢 就是有上升到這種高度 天啊 你這樣對得起上帝嗎 這個拉高到最高的姿勢 那高那個姿勢 一般人家頂個問 對不起 對 她直接給你拉到上帝去 而且就是說 有一次Youtube 那邊看 看到蠟筆小新一個集緊 我點開來看 蠟筆小新有時候就比較低級一點 對 好笑 可是當純就是卡通 結果她就 她那個語氣不是開玩笑 你這樣對得起不是那種開玩笑 她就會冷冷的突然好像對你 有一個詞叫 在挖畫 好像推文對你很沒感覺的 就說 你這樣對得起你的上帝嗎 這樣 突然我就被質問了 我還想說影片先暫停 你在說什麼 是我做什麼事被抓到了嗎 還是什麼事 結果她單純就是說 你看這個卡通 她怎麼的低俗 怎麼的物化女性 怎麼的blah blah 我當時就想說 沒事 因為我也不是蠟筆小新的粉絲 我就不看了 結果後面又 她又因為我看動畫跟我發飆 一樣也是這種很 冰點的這種語氣 我當時是在看最近很紅的動畫 叫咒術迴戰 這個有什麼好 她就是戰鬥型的嘛 然後大家好像就是控制 有咒力之類的學校戰鬥 然後她就覺得說 這是怪力亂神 然後突然就是直接 給你死刑的這種 你對得起 那你可以在她面前看A片嗎 我不敢 應該是誰 看A片 看A片 應該是很少 很少 關係要很好的才會 那女朋友一起看得很正常 這只是教會認識的女生耶 對 教會的女生 可能比較少看這些東西 在玉琳哥講那個之前 我就在想 她在問你說 你這樣對起你的上帝 她會不會把自己當成上帝 她會覺得說 你一直都在看影片 都沒有在顧她 你那時候如果把她撲倒的話 會不會就沒事 所以她其實是希望你把國國 當時才18 所以就沒有那麼有種 那她一定也是嚴守 不能婚前戲行為的 應該是 所以我們就是當時 只有到認識階段 所以只能從後面 那你應該不會也 還沒有婚前戲行為吧 這個難說 這個難說 難說 你以為她是不好說 對 不好說 畢竟對 年紀也不小了 對啊 那你對得起上帝嗎 那你對得起上帝嗎 對啊 你這樣對得起上帝嗎 那你這樣對得起你的上帝嗎 我可以啦 我OK啦 就是說 人家就不能婚前戲行為啊 沒有 就是說 你這教育也是有分 大教會 小教會 可以自己解釋 對 你如果跟這個 所以上帝有分 大上帝跟小上帝 跟那個牧師 他是可以的 這個牧師OK 那就OK 那你是更可以的牧師嗎 我就是 他本來是更不可以的啦 對 後來就轉了 沒有沒有 年輕人的教會 唱搖滾音樂嘛 也有這個長輩的牧區 比較傳統一些 對啊 可以轉班啊 轉班不行就轉校啊 對… 來… 來 因為被男人情人 要做過多誇張的事 來 皓如 我跟你講 我就曾經 因為要幫我老公還恩情 我老公說他要報恩這件事情 我把我們 我公司的整個大小章 交出去了一個禮 大小章很嚴重 把這個都交給你老公 對 因為他那個朋友 他那個前輩 公司的前輩 以前他就說 那個前輩以前很照顧他 然後讓他一直平步青雲 在科技業都能夠 有不錯的發展 然後後來他們各自 離開了那個公司以後 他那個前輩的小朋友 好像很喜歡滑冰 要去小巨蛋 那小巨蛋是不能夠 給私人包場的 只能夠給企業包場 那給企業包場 你是不是就一定要有公司的名號 你公司的名號要去申請 然後去跟小巨蛋抽籤 他那個前輩就沒有公司 所以要來跟他 去登記 然後我就說不要吧 這樣子的話 那公司大小章很重要啊 我老公就說 這一點點的恩情 你都不能替我還嗎 他以前這麼照顧我 他現在有這個需要 也不是為了他自己 他是為了他的小孩 對得起上帝嘛 又扯到他 對 又扯到他 對 我覺得 那這句話又是小孩 真的 他還拿小孩來請了理 不是啊 那就是沒有辦法包場 就不要包場啊 沒有辦法 因為他小孩就是要包小巨蛋 才有那個 才可以請專門的老師 去小巨蛋 因為你不可能 你參加國家比賽那種 你還跟旁邊一大堆人 在那邊滑冰嘛 所以他就一定要借我 那個公司行好的 去跟小巨蛋申請 我一開始也不願意 然後後來我老公 就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很心事重重的 又再來跟我講了兩三次 就說這一點點恩情 你都不能幫我嘛 他說當初你在懷孕 你生兩個小孩 沒有工作的時候 只有我一個人 在撐這個家的時候 都是他在照顧我耶 那是要對你們家有恩 對不對 對啊 他說能夠升官啊 然後什麼好吃好喝的 都是帶我去的 人在講 他說現在因為 他也是為了他的女兒好 出來了 一點點小孩 一點點小孩 就這樣 然後我就真的 他這樣講其實是滿有道理的 對 但大小張好重要 對啊 對啊 大小張可以去做很多事了 對啊 然後被賣掉耶 賣掉了 不至於吧 那是他的前輩 所以我老公也是這樣講 我老公也是這樣講 我老公也說 他也不至於啊 他要幹嘛 他主要就是要申請那個 不然他自己 他幹嘛那個跟你借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好吧 然後就交出去了 就真的一個禮拜 膽戰心情 後來沒事吧 後來是沒事 對啊 有借到你就是沒心兵啊 我有事怎麼辦 對啊 小巨蛋有抽到嗎 小巨蛋 有啊有啊 那真的有抽到 功德一見的 其實另外一個情樂 我也覺得 我們滿對不起我老婆的 就是我常常 我是一個滿臉盲的人 所以我在路邊只要看到 我覺得好像我認識的人 我就會一直看 我會一直在想 我會不會認識他 比如說我如果看到浩如在街上 那今天 今天穿藍色 明天如果穿紅色的話 你就會認不出來的 是浩如嗎 一直看一直看 你這麼忙 還要秀慧姐 差太多了吧 真多了啦 然後 小巫就會怪我說 你幹嘛一直看這個女的 對啊 一直喬妹 對 旁邊有一個黑色背心的女的 看我 這個好像是我上個禮拜 認識叫Cindy還叫 她就會 但你的臉盲是針對性別喔 女生你就臉盲 男生你就不臉盲 男生看都差不多一樣 對 沒有在看 沒有在看 對 然後後來我一次就很生氣 我們這個逛夜市的時候 我就再看一看 我老婆就 一開始就生我說 你為什麼一直看她 我想說 我真的不是在看她 你看她穿得少你就看她 我就說沒有 然後我就衝到她旁邊 就那個女 拍那個女的肩膀說 你剛剛我有沒有在看你 那女就說你神經病喔 對啊 我說 是妳在看我 所以我才看妳對不對 然後女的說 去跟她求證 那女的就覺得我莫名其妙 然後就開始 要跟我理論吵架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 被我老婆逼急的 然後兩個有點快僵持不下的時候 這是不是你以前 就是追女生的方式 對... 就是一直看然後 放電不是女生 然後還會說 你是不是在看我 真的 在2010 其實其實蠻溜的 帥... 我的都帥了啦 想要怎麼樣 那又會怎麼樣 我所在乎的一切 爽... 爽... 百步復活投票啟動 趕快下載 歡歌APP 婚樂團爭取復活機會 一起聽團吧 2010年之前 所發生的事情 我都不記得 事業用的 所以Jason今年 你記憶不錯 你被外星人抓走了 所以Jason今年14歲 對 因為2010年那時候 他重生 腦容量 對 鏡片只有這麼多的空間 當時就是有發毒式 被撞了一個車禍 那女生有時候就是這樣 以前我老婆跟我錄影的時候 那你知道嗎 我們有時候在外面工作 也是得要社交喔 社交包含跟舒嬅老師也是要啊 然後呢 那當我弄頭髮 然後我就跟那個 髮型師說 我們是不是之前有見過面 那髮型師說 沒有 這是我們第一次 然後我老婆就到我旁邊嘛 那正常對話對不對 對 然後我過了十分鐘 可是我就看鏡子裡面的人 就越看越面熟啊 我們真的之前一定有見過面 然後老婆開始在那邊翻白眼 對啊 到底有這麼重要嗎 然後一直 就是到了攝影棚門口 我又問了第三次 我老婆終於不是見過 我老婆一直見過 鞭子審 鞭子審 那我就真切地覺得 我在哪裡有見過他 真的很好奇 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 那人家都說沒有 應該是有見過 我老婆我記得回家 一直基於數落 我說是社交啊就是 這哪算社交 這哪社交 有一陣子你的舒嬅 都是芽芽 就在那邊幫你動頭髮 所以後來 有一段時間沒錯啊 就是我老婆的毛 弄頭髮 對 受不了 露西派 我講個情勒的故事就是 我當時那一任女朋友 她就是比較火爆 比較勒一點 然後我常常 我這個人當時比較閃行 比較順行 然後我就是做事情都慢慢的 可是那時候我開車 然後她就常常說 每一次要我去載她 我都遲到 每一次都不準時什麼的 然後就有一次 也是要去載她 開公司的車這樣 結果我還真的睡過頭 就不準時了 我就想說完蛋了 她電話那一頭已經在罵了 每次又來 又來 現在已經幾分了 然後不能提早一點什麼 我就好 我現在已經出門了 不要吹 我剛睡醒 我就趕快坐 就坐電梯到B4 我車停在B4 剛睡醒 迷糊迷糊的開上來 旋轉旋轉 結果一出來的時候 多轉半圈 我直接插到我們 那個大樓的那個牆壁裡面 我那個車門的 車正前方的那個棒板 那個叫什麼 就掉下來了 用錢包桿 對 錢包桿就掉下來了 然後就這樣磨在地門上開 然後我當時心裡 就很著急 前面一邊被罵 後面這邊出了 撞了憲哥的車 然後我就想說 我現在情緒很失控很不爽 然後又被吹 我當下就很用力的想說 這一次 終於輪到我了 我這次狠狠的勒了一次 我就故意開著一個 其實不能在路上開的車 因為已經撞壞了 我就故意這樣開 從內湖這樣開 開到市政府那邊說 上車啊 不是一直吹嗎 就叫你不要一直吹我 車都撞壞了 他也看到你的錢包桿 掉在地上 他就嚇到了 就想說是什麼狀況 因為我還故意不講 到了才讓他看 就有一種那種 你看 你以後再吹我 車子都撞爛 然後這段感情 就沒有走得很長久這樣 跟著柯宇一起爛掉 對 你當時要那個徹底 那錢包桿那個掉下來 還不夠悲情 你應該要有索性 他把車頭 撞出來 這樣子回去 然後開著那個車頭爛掉的 去市政府間 然後再用你的頭去 撞擋風玻璃 弄一個戲 然後最好我又失憶十五年 要演這麼大的戲 太犧牲了吧 對 當時就 幹了一個這個蠢事 你的女朋友應該 壽命都不長 沒有 聽下來對不對 不是壽命啦 我就是那個 緣分 你對廠家往多久 最久 那很久 不過以前學生時期 比較閒嘛 當學生比較有空 是怎樣 不洗澡是不是 不是啦 比較多時間 那最短的是多久呢 最短的 三天 一個月有啦 一個月 你還是有些感情基礎 不然太奇怪了 那你總共交了幾個女朋友 沒有算過 沒有算過 兩隻手算得出來嗎 應該往上一點 三不出來 OK 26歲 對得起上帝嗎 你這樣對得起上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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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遇過男生請了我說 你這樣 那時候的男友呢 是你有多麼不好勸 不是啊 我就 不是 因為他確實是 就是我們確實是 每次那個房市完以後 他就會跟我講說 好無聊喔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無聊什麼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是摩羯 我是摩羯座的 摩羯座的 其實就不太知道要幹嘛 這樣子 不是啊 我後來就有去偷看 偷看他的那個A片紀錄 就發現說 他的A片都是專門偷看一些大奶的 可是因為身材限制 就是這樣啊 我想說那怎麼辦 因為他喜歡大奶 可是我就是沒有 那我能怎麼辦 那我就只能去了解他的喜好 所以我後來為了了解他的喜好 我就直接去找他的男生朋友 我跟他說 可以告訴我 就是我就說 可以請你教我一些事情嗎 然後那時候 妳玩這麼多好 A片劇情 嚇死人了 認真去找他的男生最要好的朋友 那時候他的男生朋友 還以為我對他有意思這樣子 但其實沒有 是單獨的情況 你問他嗎 我去跟他碰面 我去跟他碰面 我是很認真還帶筆記本 然後我開始問他說 那你之前認識他 他之前女朋友 你知道他們有玩過什麼嗎 然後我這樣寄下來 那都穿什麼衣服 然後一筆一筆寄下來 然後我就覺得好辛苦喔 因為我們女生 你看他又要蛋啊 又要技術好 太累了吧 然後我那時候為了 為了要迎合他 我就很認真地做功課 後來有成功嗎 後來就是他有覺得 我覺得比較有趣一點 可是我就覺得很累啊 因為 你做了什麼改變呢 你做了什麼改變呢 對 我也是很好奇 那你做了什麼改變 比如說他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他喜歡玩 然後 對 然後有 然後會喜歡女生穿什麼 過溪的襪子 過溪的襪子 就是那種到這邊的大腿襪 就是他們說什麼 這段叫做什麼 絕對領域 絕對領域 像日本女學生那一種 反正就是很多很奇怪的啦 然後他也喜歡看動漫 就喜歡看一些女生COSPLAY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 技術類的就不好講了 很好吃喔 吹拉生拉類的 我覺得除了要迎合對方的 一些事情之外 你還要一直維持自己的身材 而且不是只有瘦 他還要求你要有曲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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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因為現在真的走在街上 女生已經都把自己維持得很好 對啊 所以你要想 如果像我們這種女明星 就常常會被勤勒說 你們到底有沒有女明星的自覺 只要上電視稍微露出一點腰的肉 立刻就是粉磚的私訊 就會有人說 真的 我也曾經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拍戲 那其實拍戲的時候 我們穿衣服都不會去注重露啊 或是什麼嘛 因為拍戲衣服就是越穿越寬 越穿越寬 然後再加上因為拍戲生活不正常 然後就會一直吃一直吃 那因為我是屬於四肢很纖細的人 所以我只要露在外面的 看起來很瘦啊 很瘦啊 可是你們不知道 我曾經有胖到五十四到五十六公斤 可是沒有人發現 因為我的四肢還是這樣 可是我全部都是胖在這 妳露在外面的都瘦啊 對 而且那個時候就是 我本來還沒有自覺啊 只是覺得就是真的 你可以這樣露出來這樣子 然後是因為後來要去參加頒獎典禮的時候 要開始穿禮服 我發覺哇 真的什麼禮服都不能耶 就是露的也不行 因為這邊就是很大嘛 然後貼身的也不行 因為就會很像游泳圈 所以我就後來 就開始問我身邊的朋友 還有藝人朋友說 你們會告訴我什麼廟房 除了要運動跟影控之外 還有什麼什麼 後來呢我就找到了一個就是 大家現在在瘋傳說 你不知道有一個可以讓你 又可以瘦 然後 對 好棒喔 很難搶到喔 那個東西 有 我搶到的那個秘密語氣 有帶來喔 有 有帶來 當男生真的很愛男生才請 然後我有一次也是被陳志強 他就這樣摸著我的手臂 他就說 好軟喔 很出勇 太軟了吧 出勇 我當場哭耶 一樣的重量喔 脂肪的體積是肌肉的幾倍 你知道嗎 三倍 那個體積啊 就是說我們都 同樣是一公斤對不對 一公斤的肉骨這樣 一公斤的 就要變這樣 所以如果你那個體脂肪高 視覺看起來就 真的 體脂肪高呢 是對身體非常不健康的 我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那個時候呢 我兩個月後要可以穿下 這一件禮服的照片 來看一下 他這個禮服它其實沒有露 可是它整個全部都貼著對不對 整個都非常非常非常貼 而且有那個線條 如果你胖的話 線條會變很快 全都變很快 不是 不是 肚子 肚子會凸起來 肚子會凸起來 但是因為女生 最容易囤積脂肪的地方 就在中間 對 跟屁股還有大腿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是吃了這個 藤茶膠囊 這個 這個藤茶膠囊呢 它有 大家有看到在盒子上嗎 像它有這個 小綠人健康食品認證 那是經過動物實驗 可以幫助人體 不容易形成體脂肪喔 除此之外 它還融獲了 SNQ的國家品質標章 要能夠 同時拿到這兩個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好厲害 拿到這兩個標章 就表示呢 它的成分非常的天然 品質有保障 品質有保障 而且是大廠出的 就是大家都不用去擔心 可以安心 而且人一過了三十歲之後 你的代謝就會開始下降 像我以前 少吃個一兩餐 就瘦回來了 但我現在少吃還是胖啊 沒有 對 對 對 我跟妳講喔 妳說胖的跟豬一樣 其實喔 豬的體脂肪只有 百分之十五到十八 很低喔 這很低耶 豬很瘦 豬好瘦喔 你知道一般男性的體脂肪 是十五到二十五之間 女生是二十八到三十八 比豬還要很高 所以我們 很多人的體脂肪 真的比豬還要高 妳如果去榨豬油喔 女生榨出來豬油 比豬還多 好大豬喔 對 豬委屈了 以前我們都會說 要讓自己的身體變健康 然後調理身體都會用中藥 這個呢 就是用 漢方的萃取 所以它裡面的成分呢 就是會有 藤茶 還有鮮渣 還有成品 它聞起來香香的 就是中藥天然的味道 然後我覺得這個很棒 因為我之前曾經也是有為了想要 那個想要維持生產 然後我就去買中藥 可是那時候 非常非常的麻煩 然後再來那些中藥 其實有時候妳也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我那時候吃的 反而很傷身 但是妳現在呢 只要在妳就是不忌口之後呢 它就可以 好方便喔 做很好的身體的代謝 那其實它裡面主要有一個成分 叫做 你們知道什麼叫天子藤茶 因為在清光遜皇帝的時候 他那時候身體不太好 所以他的老師們 就要出去幫他找一些藥草 回來幫他治病 結果他就找到這個藤茶這個藥草 然後吃完之後呢 清光遜皇帝就氣色變得很好 身體就很硬朗 所以當時呢 皇帝就下了聖旨 就把這個藤茶叫做 天子藤茶 加了天子兩個 天子藤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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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是光緒跟你講的 沒有 沒有 這件事 對啊 這個真是原理的 這個是我昨天來的時候 他都夢來了 夢到網路上查出來的 對啊 天子藤茶很厲害 那這個天子藤茶呢 它其實裡面是那個 有一個藤茶萃取 那這個藤茶萃取 最主要是什麼 它可以讓妳體內產生那個 所以它可以幫妳代謝 體內過多的脂肪 所以它可以加強妳的代謝 減少吸收 然後再加上我剛剛有講 它裡面有 這些中藥的成分去做調和 所以它就可以達到 非常好的效果 我到目前為止 大概吃了五六週 其實感覺非常的好 再加上我已經很久沒有運動 可是我現在的體重 比之前更輕 體脂沒有飆高 所以我反而是用很輕鬆的方式 可以維持這樣 像以前我從來不敢穿這種 露肚子的 對 我今天敢這樣 像她的褲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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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喔 早生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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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靠她 就是每一天 就是在大魚大肉之後 吃兩個 好方便喔 就可以維持很好的身材 超棒的 以後也不用人家用身材來勤熱 對啊 對啊 也不會說話 你有沒有女明星的自覺 真的 OK 好來 自己情樂對方最成功的一次 好 那妳給成功了 好厲害 對 我最近就是終於情樂成功 然後順利的要搬家了 因為呢 我就是婚後呢 我先生就是 然後呢因為那個地方 就是真的太偏僻了 什麼都沒有 然後一出去就是公路 然後我又不會開車 所以我在那邊 就很像被關起來 買東西都要開車出去買 所以就變成 我需要什麼東西 我就叫她出去買 然後一天可能會叫她出去好幾次 對啊 折磨她 後來就跟她講說 你看這個地方這麼不方便 要什麼沒什麼 如果哪一天小朋友生病 臨時我們要趕快送醫院的話 根本沒辦法趕快 因為太遠了 小孩好容易拿來當情樂的 都是拿來勒用的 好 再加上 很好用 再加上因為她 她住在那個山上 就是那種三層樓的那種透天 我老實說我很不喜歡這種房子 因為 我覺得很累 真的 所以我就除了回到家會嘆氣之外 我在她面前 就會一直很喘 就我會說 你拿走 是有多喘 你自己在家一天打 然後就不死得 唉唷 對 年紀給我人鼓腹了 反正就是這裡也不舒服 那裡也不舒服 然後唉聲嘆氣 然後一直叫她去買東西 一直叫她開車出去 然後幫我跑腿這樣子 之後呢 最近就終於革命成功 她終於答應說 我們還是去東區煮房子 哇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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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搬家了 東區歡迎 那我也有用過這招 就是裝 也不是裝生病 但就是有一點點用自己的身體 來勤勒對方 勤勒沒有換去 沒有換 換去 換去 換去對方的改變 你知道 我曾經看過一個報導 就是女生越驚賴的時候 如果哭的話 她的眼淚就是在流血 蛤 有這種事嗎 有這種事 我就是把這個報導 傳給陳志強看 所以從此後我月經來 如果她跟我吵架 我就會說 妳再跟我吵架 因為我的血我就會流血 她 真的有用 我跟你講 真的有用 因為後來她只要跟我吵架 我就會說我那個來 她就不會跟我吵架 OK 我最成功的情樂一次是 那一陣子好像 維持了八個月 因為我同時搭兩部戲 然後又有主持的節目 所以我幾乎都很少 有時間在家 所以我跟我男朋友 是時間錯快的 我回家的時候她就睡覺了 然後我出門的時候 她還沒有起床 一個是太陽 一個是月亮 然後有一天我們就是 我突然起床了 然後就看到窗外太陽很大 然後我那一天 因為剛好劇組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有 有三天的休假 然後我就抱著她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今天天氣好好 然後我又有三天的假 那我們去過 只有我們兩個人的生活 誰都不 就是誰都不要接電話 對 誰都不要接電話 就是只有我們兩個 她就說去哪 第一個就很限 現在去哪 我就說香港就好啦 也不用太遠這樣子 她說可是現在 再來又很現實的 又開始就說 可是 零貴買機票很貴 我就說有什麼事情 是前辦不到的 重點是我們兩個人 可以好好的三天 都就是可以在一起這樣子 結果她就說 可是我要那個請假 我就說 那妳就說妳生病啊 回來再去哪 假單就好 反正就是用各種 柔情公式 再加上行動 抱她 吻她 我們就是要去過 自己的二人世界 然後手機也不要接 這樣子 很浪漫 後來分手了是嗎 對 在香港分手 在香港下大雨 就這三天的最後一天 才發現彼此不適合 下大雨 下大雨 平常跟日盲的時候 還會熱戀喔 朝夕相處發現 因為平常是 都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但其實都沒有看到 對啊 所以那個台灣什麼時候 都離婚率最高 就是疫情那三年啊 因為每天都很 每天都很 每天都在一起 才發現說 原來妳這麼惹人厭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 也是一個 真的最好情樂的方式 記得去年暑假 老婆一直說要到日本 說匯率比較便宜 想要到日本去逛街去玩 我就跟老婆講 小朋友偷偷跟我講 夏天 他們想要去海邊 對 孩子們有沒有 有 妳先串過 還沒有 小朋友很挺我 然後我說我小時候最好的回憶就是 爸爸媽媽以前帶我們去菲律賓 然後去自己的沙灘 然後去看熱帶雨 然後去游泳 真的很舒服 那這一招就奏效 我就帶著孩子們去菲律賓玩 也玩得很開心 然後還有照片 這個我們去騎那個 ATV 沙灘車 對 然後去 然後去 它那個海岸線好漂亮 海岸線好漂亮 這麼少人的感覺 我們去跳島 然後它的沙是白色的 我們坐自己的船 螃蟹船 然後看到很多熱帶雨 那個真的是 我們留下很好的回憶 因為孩子慢慢在大了 就 可能這樣的回憶就比較少了 少了 去了菲律賓回來 我老婆又跟我講了 孩子的童年 一定要去一次迪士尼 真的要去了 結果也沒辦法了 後來也去迪士尼了 因為她也用孩子勤勒的這一招 勒我我勒你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去 很棒耶 看起來好開心 開心耶 都開心 我們那次也蠻好玩的 我們知道了攻略了之後 我們玩了十七個不同的騎士尼 哇 因為暑假好多人 對啊 對 因為你用手機 你現在哪裡比較空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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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士尼 後來我才發現 小朋友其實也會勤勒 我女兒才六七歲的時候 她在病例商店就跟我講說 爸爸 不得了 我已經想了三個月 的一個糖果 我在這邊看到了爸爸 這三個月我一直在想他 他每天在想他 這能不買嗎 這怎麼能不買 對啊 一定買得下去 我覺得他超厲害的 露西派如果是你當時 對憲哥情的小時候的話 這個未必喔 來 我今天講一個 比較難得的故事 前段時間因為被 竹池家裡經濟公司 竹池家裡出了這麼大的事情 就離開公司 我也覺得 不好意思 我也摸摸鼻子 就跟憲哥說 對 我單起責任 我先走了 這樣 你們要搬離開台北 先走一步 那段時間我很窮很苦 同時我也真的想說 好 真的去闖蕩看看江湖 我就到處去接一些小表演 跟高中生集那種舞台去唱 跟高中生集那種 唱兩千塊也唱 兩千塊 幫人家剪輯那個Podcast 什麼的 在那邊加減賺 然後我當時就發現說 哇 原來台北物價這麼貴 我根本就吃不起飯 後來就發現了我的福音 就是便利商店 它都會靠近半夜的時候 就會有友善時光 對 機器品 然後這個 對 對 我就天天吃這個 然後我這樣一個月換下來 省了快一半餐費這樣 反正就過得很苦 然後剛好 中間又開始有一些轉機啊 營業中的錄影啊 大嘻哈時代什麼的 然後終於 你有沒有看得到嗎 平常很少 就是我們終於把 那個牛肉麵的事情談妥了 員工們都去抽菸了 對 那終於擅長休息了 我跟憲哥就終於 有一點父子時光 我心裡就想說 就這個時間點 他終於開始抽雪茄 代表說他比較Chill 開始放在一起 對 然後我就那個狀態 來了 憲哥就最近啊 就是 你也叫他憲哥 對 然後我就開始跟他講說 這一段時間 他怕他爸爸怕成這樣 對 因為他只要叫爸 沒有 沒有 所以他要叫憲哥 當時一對一的情況 比較溫情 然後我就有說 爸 就是現在 就是你看我這一年半展的時間 天啊 也真的是 嘗試去闖蕩 知名度小有 但是收入真的沒有 然後中間還跟誰借錢 生活啊 然後我現在進來 好好的幫你賣牛肉麵 顧餐廳部門 我是不是可以給自己一個 固定的薪水這樣子 你跟他談薪水 對 當時憲哥真的是我 不勒不知道 一勒嚇一跳 他直接 一勒嚇一跳 我開的數字是這樣 結果他就直接翻一倍給我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早知道我就 早一點開始勒 原來他真的很想要給我 只是我從來不撒嬌 你不開口 他就沒辦法給你 然後我當時真的就是 我覺得關鍵那一句 就是說 爸 我最近這 因為真的很窮 很餓 我覺得就是真的有勒到他 讓他真的有覺得說 好好的兒子 不小心給他餓了這樣子 他還是愛你的 對 謝謝憲哥 發現女生雖然會勤勒 但男生勤勒起來 是滿嚇人的 對啊 不然賣慘 還會利用小孩 但勤勒這件事情 又不能常用 用久了那個邊階 效應就越來越差 對 用在關鍵 用在刀口上面 對 那你跟憲哥 也要爭取勤勒的次數 對 目前用了一次 這次被你搞到八萬了對不對 對 下次你就等個一年兩年以後 一直搞八十萬 對 我那個額度的時候 我才開洞 這樣子 對 搞不好老唐牛肉麵 在你的經營之下 有聲有聲 現在不是又要開分店了嗎 對 我們現在 馬上把台北店重新裝修 台中也要開心這樣子 太好了 搞不好你就成為 牛肉麵大恩 對不對 然後兼 那個國際級的饒舌歌手 對 對 你四張聲歌手當中 第一個賣牛肉麵 對 也是賣牛肉麵裡面 第一個唱牛肉麵 沒有 我有一個朋友唱牛肉麵 他還是賣牛肉麵 我要交流一下 也不錯 O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的影片